他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又挺傻的 就是有的时候又很幼稚 虽然觉得像小孩是非常幼稚 然后呢有些方面呢 他在破案的时候他又很主观 以至于主观的有些地方有点偏左 我觉得就是性格会在人对一个事件的态度里面 反映出来 挑战就是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离我实在是太远了 我太不熟悉那个年代了 我熟悉的只是以前一些 这个以前一些延安啊 就是中央台播一播 延安原来情况革命老区的情况 但是真正的要进入这个延安那个时期 那个时代的人的状态 和那个人想什么 他做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做 他怎么做等等的一系列 这是对我来说是难度最大的 我了解 我去查阅了很多资料 像这个当时的 因为现在也逐渐的这些秘密吧 现在也逐渐的在慢慢慢慢的公开 我买了一些书 我买了一些书 包括查到像我党的那个领导人李克农啊 还有那个叫钱壮飞过去的 那也是挽救了几次在危难时机 挽救了党的命运的 那个咱都不知道 现在我一看像钱壮飞这样的人 还有布鲁在延安时期成为这个红色福尔摩斯 而我看了之后 我有点兴奋 有点热血沸腾 我说这一帮年轻人 他们在做着一样什么样的事情 说要把那国民党政府 就腐败的政府给推翻了 去陕北找到那么一块地方 从那开始 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这种举动太大了 这个动作太大了 这理想太高了 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事白区 回到延安 一前一后 他的爱人先回来 然后他后回来 两人在 但是还没有结婚 在白区一直卧底 红色恋人 也是很有亮点 但是忙得他 因为要破案 在二十多天 没有时间恋爱 以至于在感情上 非常的失落 官媒的最后 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官媒最后 在白区域执行任务的时候 牺牲了 所以对他来讲 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带着这样的心理的创伤 他还继续得破案 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一个是 就是情如热地里边的老三 他尽管有缺陷 但是我是从人物的一个角色 一个作者 一编剧 所写的人物的这个角度去欣赏 我比较喜欢那个角色 创造余地非常大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 红色利剑 这个人物 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没有演过的 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伸缩性 也特别的大 有身上就是可研究的地方 一个人的性格你要去分析和研究的 他是很宽泛 我喜欢就是有宽度的那么个角色